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肯吃 我煮什么给她 她最多吃两口 她就说不吃了 变了之前也有一些肉 现在瘦到连之前的肉都没了 令我很担心 那陈先生为什么你不吃东西 是因为陈太太煮的菜不合胃口 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差一点胃口都没有 根本就不想吞 海生这枝味我想真的不会明白 如果你解释给我听的话 我会明白的 我们有些病人因为便秘 肚子感觉悶着 所以就吃不下或者不想吃 而便秘也是吃止痛药常见的副作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当然没有 我吃止痛药的同时 也有吃你给我的大便药 每日也有大便 没有便秘的问题 那有些病人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肯定没有胃口 也不想吃 所以便不想再吃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我吃东西没有痛药 不过肯定没有胃口 不想吃 最近他说要我解口 这种又说不可以吃 那种又说不可以吃 那种又说不可以吃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那口当然要解的 那些朋友说虾、蟹、牛 都是好鬼法的 那中医师还说 那些鸡、鸭毛呢 中毒啊 不解不行的 那烟窩当然不要碰了 但是呢 现在搞到 什么都说不可以吃 以前可以吃的那些 都没有胃口 怎么办呢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看 通常是解口 都是为了一些特别的原因 例如糖尿病 或者肾病 或者病人对某些食物有敏感 都需要解口 那陈生这一类病人 其实就无需为病 而特别解口 所有有营养的食物都可以吃 其实最重要 就是陈生他吃得开心 那就可以了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到他吃多些东西的 陈生就算你胃口不好 都尽量少吃多餐 例如一日三餐的份量 其实可以分为五、六餐来吃 每餐吃少少少少 那还有你喜欢吃什么 其实全部都可以吃 你有没有什么 是你特别喜欢吃的 你说开呢 我都很久没吃过虾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吃回虾 是的 其实吃一些虾蟹都没问题 另外鸡 鸡蛋 鱼肉 碎肉 豆腐 这些食物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卡路里 喜欢的话都可以随便吃 陈太 我刚才说过那类的食物 其实你都可以煮给他吃 煮好的食物 用一些漂亮的碗碟去栽起它 看起来漂亮一点 吃都吃得开心一点 陈先生 你有没有对什么食物是有过敏感的 我应该没有 那有没有试过喝完奶之后肚子呢 没有 我也有喝奶 我又没有肚子 那如果你对奶类是没有敏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早晚喝一杯营养奶 作为补充 可以吸收卡路里和蛋白质 但计划 正餐一定要吃的 另外提醒你 吃的前后都可以浪浪口 口腔清新一点 胃口也自然好一点 而且吃东西都很讲究气氛 和家人一起吃东西 聊聊天 让病人觉得家人关心他 疼他 心情自然好些 吃东西又吃得开胃些 还有陈太太 你也可以试试一样东西 就是试试和陈先生去多些不同的地方吃饭 例如出去喝茶 让她有多些选择 有多些新鲜感 便自然开胃些 何医生 她現在這麼瘦,你可否收她從醫院 讓醫院是否有營養液可以骨肥一下她 假如病人吃到沒有阻塞 她吞東西又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都不特別建議 去釣營養液所謂骨肥的病人 況且用口來吃東西 感受到味道也是一種生活享受 醫著陳生的情況 我們可以介紹她去見營養師 營養師會幫陳生分析她平時飲食的習慣 分量和喜好 從而幫她制定一份合式的餐單 相信可以幫陳生肥一點 沒有胃口和消瘦 都是後期癌症病人普遍會遇到的問題 原因可以在很多方面 很多時候病人和家屬會不知道怎樣應付 又或者對某些應對方法有誤解 有時醫生也可以為適合的病人 開一些附作的藥物去改善她的胃口 不過想病人增加體重的大前提 始終都是增加卡路里和蛋白質的吸收 就算病人有食物敏感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 開一些不同的營養補充品 這一方面的詳情 就可以問回你的營養師 探索報告 接著該是消瘦的 作詞發展